周楚除傷害 請你好好的記在心裡 我個人不是周楚 我們也是一把去處理這個事情 謝謝 能夠除傷害的時候 好好利用這個時間啊 我們就不是周楚 怎麼會有除傷害的問題 那誰是周楚 誰是傷害啊 那兩個啊 好啦 謝謝 傷害來了 你看 那個 傅崑崎總召發言 第16頁 你今天的業務報告裡面 特別有強調說 加強抽驗無限機上盒 也就是我們比較俗稱的 不管什麼安卓盒子 安博盒子等等嘛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 到底市面上有沒有 所謂NCC認證的這一些 電視機上盒 有啊 安博盒子安卓盒子 那是所謂的什麼 機上盒這部分 一定要送我們審驗 才是合法的機上盒 那剛剛委員所了解這種說 像安博或是這種類似功能 都會有 如果是合法 都要經過我們審驗 是 但是現在網路上 我隨便在拍賣網站上面查 都還是可以查得到 什麼 越獄破解版 什麼 最新升級 有發票有保固 豪華 越獄版 那這一些 算是合法還非法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有個 那OTTTV平台就是這樣 有些東西是我們處理 我們負責那個刑事驗證 那這個剛剛委員所關心的 這個部分是侵犬的問題 就是親愛著作學問題 我們有請那個所謂相關 檢調還有檢調還有那個警察 去處理這個議題 是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主動的查 或是主動的了解 有多少件 我們要請 但是到目前為止 你只要上拍賣網站 都還是可以查 你甚至不用任何的技巧 不用任何的關鍵字啊 你就打入 第10代 第9代 第11代 豪華越獄版 而且 本席就覺得說 感覺是像公權力挑戰啊 越獄破解版 馬上可看 甚至上面還有講什麼 還有講說 這是NCC認證啊 但是本席一查 用那個型號 一丟進你們的這個網站上面一查 抱歉 他出現是什麼 他出現是 本驗證證明已經廢止 換言之什麼 換言之業者 他就是用一個 是是而非的一個序號 好像 讓他以為是NCC認證 官方掛保證 但實際上不是啊 所以這是犯罪行為 那這樣子 我們為什麼會 在21世界台灣 我們現在隨便 搜尋都還可以搜尋得到 那是所有 行政單位沒有做一個執法嗎 我們一直在執法當中 來 跟委員 跟您報告一下 那個我們這個安博的盒子 因為會認證 是因為設平器材 那設平器材 在網路上在販售 的確是有 我們每年大概會通 被檢舉的陳情案件 大概兩萬八千多件 那我們邀請 我們有跟那個那個 蘇維布 下電商平台 去幫我們注意一下 像委員剛剛也提到的 他這個標示的內容 如果是已經是我們廢止的 或者是他根本沒有標示認證 我們也請他去推 那本席想請教到 目前為止 本席上來之前 都還可以查詢得到 輕易可以搜尋得到 那是哪一個單位 那就變成是 我們行政單位 應作為不作為 我們都一直在跟電商平台 特別是有特定的那個 的電商平台 我們都 我們其實前幾天還發文 去把一些那個 換規的這個情緒 所以是電商平台不理你們 不理NCC 因為目前這個 本席 本席 本席收尋得到是事實 是 有這一些事件 持續的不斷發生也是事實 是 那我們過去到現在交通委員會 一而再再三強調 這樣子侵犯著作財產權 現在侵犯 閱聽大眾 以及內容產生者的權利 也是事實 是 那本席想問啊 到底環節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跟 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你們一直強調是說 這個跨部會通盤檢討合作 但是重點就是說 層出不窮啊 那我們也是一直跟數位部 其實數位部也是幫我們 跟電商平台去做 所以現在是 這到底是NCC的責任 還是數位部的責任 還是又要再甩鍋 沒有沒有 交通委員會就是 你說數位部 數位部以後就說NCC NCC又說 可能是警政署 沒有沒有 這本來就是共同努力 我們都有共同 都有 我們甚至也到 也到市場上 實體店面 我們也去找 網路我們都 定期是找 通人 叫通人上去看 所以這個 這個處理這個案件 不要讓本席覺得是說 我們隨便搜尋 都比你們說 有編列預算 有專責人員 來 有用 有效 來 主委 再下 你的任期到7月31號 是 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請教 7月31號以前 我們還會在這一些拍賣平台上面 看到這些違法的事情嗎 我們會努力去掃蕩 有沒有辦法保證 有沒有辦法 能夠行行好 幫忙 國人 幫忙這一些 我們內容產生者 我們一定努力去打殺 你努力了多久的時間了 你過去多少時間努力 這本來就是不斷發生的事情 我們不斷去處理 主委 最近有一個很紅的國片 叫做周楚楚三害 我知道 本席最後一分鐘 要把周楚楚三害這一句話送給你 因為 在過去你擔任NCC主委任內 確實 已經讓國人對NCC很不信任 如果有民意調查 或是不信任指數的話 我想NCC會是排在前三名 甚至第一名 因為偏搏 所以 最後這兩三個月的時間 很多的委員 剛剛已經質詢了 包括中天新聞台 連15敗 你說還在上訴 你不承認這個是敗訴 你還在上訴 沒關係 但是從過去前任主委 一年只有編列150萬的法律訴訟費用 到你上任之後 每年編列600萬700萬 去年編列1300萬 今年編列685萬 重點就是NCC的訴訟層出不窮 所以 本席最後 周楚楚三害 第一害 把國人過去NCC侵犯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害給解決回來 第二害 用一樣的標準去檢視所有的新聞台 以及第三害 好好的跟國人 你最後還有時間喔 我覺得你應該要跟國人說明清楚 到底過去是誰受益誰知識 要你關掉中天新聞台 第一個 可以跟國人說明清楚 周楚楚三害 最重要跪就是跪在 他到最後良心發現 認清自己是罪魁禍首 認清自己是傷害台灣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人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自知的話 本席 會認為你 卸任之後 不是事情的結束 有可能還會再跑法院 到時候現在不講清楚 法院一樣會見到 這是本席給你的忠告 周楚除三害 請你好好的記在心裡 我個人不是周楚 我們也是依法去處理這個事情 謝謝 能夠除三害的時候 好好利用這個時間啊 我們就不是周楚 怎麼會有除三害的問題 那誰是周楚 誰是三害啊 那兩個啊 好啦謝謝 三害來了你看 那個傅崑崎總召發言 那是個傅崎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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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